喂 好 那這集我們要來教Vex的程式要從頭開始 那我們的課程規劃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堂就是軟體的介紹 然後第二集是程式碼的部分 然後三四集是程式上傳於 那個就是機器人任體更新 對那這是我們的課程規劃的部分 那你們的預備知識就是C++ C++以前有學過了 前面的影片就有 另外就是你們要裝機器人 那這裡就不多贅述 那個是暗圖施工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軟件 我們要用的叫做Vex Code Pro V5 那要怎麼得到這個程式 就是just google it 那你就會找到Vex Robot的官網 然後一定要下載對格 是Vex Pro V5 那我告一之後下載錯一次 然後告一就下載錯一次 那我這裡已經裝好 所以就不多下載 我就按download就好了 好,download之後就一直i agree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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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finish就可以用了 那這邊因為裝好 所以就不多贅述 那就假裝已經裝好 那裝好了之後 我們這裡就可以看到Vex Code Pro V5 那你把它打開了 有點當機 好,開機了 打開了 看一下 看一下 好,那這個要怎麼用 首先 我們要點file 按一個new 就是我們要開一個新東西 因為這是你們第一次用 new project 不想它叫e 我想它叫exe 我想它叫exe myproject x 是它名字 按了那個file new project之後就 create 然後create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一個空的程式 這空的程式 等一下就會變 有東西的程式了 首先呢 首先呢 這東西要怎麼弄 因為你這邊空無遺物 但是相信你們剛剛 裝機器人的時候已經把那個線接好了 就是機器人 它上面有主機面板 然後面板旁邊有馬達 那我相信你們應該 剛剛已經把那個線裝好了 那沒記錯的話 左邊馬達是接1號 抓子馬達接3號 手臂馬達接8號 右邊的馬達接10號 然後還有一個那個遙控器 那記得要把電充保 那因為等下要寫程式 那這東西從學長的時代開始 它就是教一個功能 那這功能其實還不錯 像我們在學 如果有人參加FRC的話 大家就知道 你把他打接好之後 你還要去創建物件 但是這個東西 就是你要親自打進去 但是這個東西不用 這個東西有視覺化的模組 在這裡有一個 很像電池的東西 它就是視覺化的模組 那這個模組 你就不用打那麼多指令 那視覺化模組 使用之後 大家有一件事要注意 就是我們基本上 只用main.cpp 那等下也會講 還會再強調一遍 就是這些都不要動 就只要在main.cpp裡面活動 因為 其他這些東西 有接受視覺化的模組 那個 控制 那一少一個東西 可能會整個壞掉 你也不知道怎麼修 我也因為 就是有出過這種事情 所以就 這些東西 除了這個main.cpp 其他都不要動 因為這是視覺化模組 會幫你自動控制的部分 那享受這便利 也要 就是 遵守它的規矩 對 不然人家就不開心了 就不給你用了 這個大家要遵守一下 那剛剛不是有講它的號碼什麼嗎 那我們就要來執行了 首先這一個 電池的部分 按下去 要按 add a device 剛剛有點卡住 按它一下 那我們需要一個controller 你沒有這個遙控器 它也 不會 你沒有遙控器 機器也不會動 不是那個 萬磁網 或是什麼 電影那個 很厲害 所以你需要這個東西 那我自己也沒辦法 幫我走 好萊塢叫我去演電影 這是不可能的 那我們就要 add a controller 1 遙控器 它上面有它按鈕號碼的說明 像是叫R1 R2 R1 L1 L2 然後還有一些按鈕 我告訴你 好 OK 那這就是一個機器人 好 之後就按 然後你就這裡 就多了一個controller 那大家注意的是這邊的注釋 雖然它是注釋 但也不要亂改 因為它是有這個視覺化的模組來 變更 變更 所以 不要亂動 不然我怕會出錯 對 那再來 我們有四顆馬達 那我們第一顆馬達 就是 用一般的馬達 按MOTO就好 MOTO 按MOTO 我們第一顆叫 是一號碼 按完一之後 它就會 有這些東西 基本上我們都是用NORMAL 然後這邊也不用亂動 因為我們就是 買正常的 那這個 我們一號馬達 是接左邊 所以它叫LEFT MOTO 命名好 那就 DANG 然後再來 我們是接三號 三號的馬達 叫 KROMOTO 就是 爪子的馬達 3號 KROMOTO 命完名 也是正常 按DANG 接下來 我們要按 ARMOTO 就是 因為它是8號 我們按出去 新的一個MOTO 它是8號 它叫ARMOTO 手臂的馬達 ARM MOTO 然後 好了 也都不用改 DANG 然後 接下來 第四顆 MOTO 之後 就按MOTO 它是10號 右邊的馬達 Write MOTO 命名完之後 就按DANG 然後 視覺化模組 就幫你建立好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 不用再去 就是 創造物件 就是它這邊 視覺化模組 就幫你在其他地方 創造好物件 你只要 打對它的名字 你就可以使喚它們 那這個相對來說 就簡單很多 那 那 基本上這些程式 馬達 程式就是去 Vex 的那個 韓式庫 裡面找 就是 Vex.h 這個韓式庫 那等下交程式 就會 詳細的介紹 它們的功能 那韓式庫叫API 裡面就有一堆韓式 這裡面就有 這個 就像說明書一樣 有它的功能 那 這些功能 當然你不用背 就是你遇到問題 就去 想想 希望機器人怎麼樣 或是你想要更進階的功能 就可以去Google 打 然後打完之後 它就會帶你來這裡面 就可以查它你要的功能 把它打上去 那我們機器人社團 有一個 標準作業程序 那我 會把那個 這個Github的網址 放在這個教學影片的下面 那以後大家就可以 直接去把這個貼到裡面 因為基本上 我們都是寫這些功能 因為社課的時間 就允許我們 有前後左右 然後爪子 然後還有手臂上下 大概就這樣 那這些大概就是 我們的那些功能 那我們可以把它複製下來 那這個複製的網頁 大家不用害怕 我會把它放在這個 教學影片的下面 那有需要用的 也可以來用 那把它複製之後 就把它貼到上面 然後剛剛這些東西也創建好 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就把它貼上來 那就請 敬請期待我們下一節課 來介紹這些 城市的每一句話的意義 好 對 那我們這節 這個城市的 這個開發環境 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我錄影了 有生有 好那沒事 拜拜